我們看國防部到底了不了解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疫情 我們的兵役的疫情 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 美國還是要派兵來訓練我們的 這一個兵從延長一年之後 要開始打巷戰 到底我們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 能不能打贏 我覺得真的有很多的年輕人 我包含我一直都在問我 爸爸我現在要當兵要當一年 如果我們一年能夠打贏 我們兩年也沒有關係 到底我們能不能打贏中國 因為我們唯一的一個目標 現在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政府只有一個敵人 他們都把這個我們的敵人 都死向這個中國大陸 甚至連我們的行政院長就說 我剩下一隻哨把也要跟他打 蘇貞昌 對蘇貞昌也要跟他打 那我們的這個行政院長 這個賴清德他說 這個他是一個務實的抬獨工作 我們最怕的 我小孩子最怕的說 爸爸我們這到底要不要抬獨 我就說會不會抬獨我不知道 但是有沒有可能會打 只不過講就是說現在兵役延長 年輕人一般的年輕人 他們講就是說可能臺灣要打起來的 他們有這樣的焦慮跟恐慮 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我在民國七十七年 那一年剛好蔣經國四世的那一年 這一個很緊張 那那一年我們去當兵 我們開始訓練的 我們包含我們的這一個下基地 我們要跳炮鈔 我們要尋軍 我走到兩腳都起炮都騷當 這個是我們國軍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路易特跟路二特 正在做這個交接的時候 哇那時候部隊是很可怕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國防部 從這個路易特從三年兩年 改到現在只剩下四個月 我們所有的年輕人覺得就是說 我們國家不會打仗 從馬英九那一個年代 我們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不需要再打仗 所以說現在雄雄 還要改造回來幾年 現在大家開始緊張了 那我兒子也買 買了這麼多的武器 那到底能不能打 那我們去當兵 我們當了一年 我們用了這些武器 就能夠打贏中國嗎 我覺得還是未必啦 所以說美國一直強制 我們一定要把這一個 四個月改成 沒有我們不是反對 包含我們的這一個金普聰 他有出來講話 不是反對 而是反對三加一 而是我們現在要告訴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兵嚴不足 兵嚴不足要怎麼辦 因為楊智良有說過一句話 臺灣進入的四部 不婚不生不養不活 這個才是我們面臨真正的 一個國家安全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出生率只剩下十三萬 我們到底男生要去當兵 現在連女孩子都要去當兵 我們現在下修到 一百五十三億的一個體位 都要進去當兵了 我們要正視就是說 我們到底 我們臺灣 到底跟中國萬一真的打起來 我們是要到底是要 陸戰是空戰 還是要用怎麼樣的一個戰爭 而不是現在是講就是說 叫年輕人當兵 當一年 甚至於兩年 這個甚至於 我們三年恢復到以前的路易特 我們都沒有關係 而這講就是說 到底我們臺灣跟中國 什麼時候會打 美國會不會介入 美國從來沒有說過一個 就是說只要 這個中國 這個打臺灣 他要出兵 到目前他的一中政策 也沒有講到就是說 他會出兵來協防臺灣 看到俄羅斯的一個狀況 年輕人都很怕 俄羅斯去年2月24號被打 打了烏克蘭之後 到底臺灣會不會成為 第二個一個戰場 現在年輕人最怕的是這一點 所以年輕人的票基本上其實從民進黨留很多 但是又不願意投入國民黨就跑到柯P那邊 所以為什麼柯P是年輕人民調高 就是這個原因 那到底剛剛講說 這個國軍設備到底好不好 防彈衣通常不只是軍用 民用也是一樣 那因為以前有人拿防彈衣給我看 就一般的手槍 一般防彈衣可以 可是如果要防那種 步槍 這個武力威力強大 他要加個鋼板 在腹部這邊加個鋼板 他那個就加個鋼板 那這鋼板 因為軍事的武器威力都很大 加個鋼板到底有沒有用 那這個新北市議員叫做林秉佑 他在國外測試說好像不太好 我記得以前警察也發生過這種情況 記得嗎 有一段時間警察的防彈衣包出去 就好像都有問題啊 就氣死了 當時我就罵 我說這真是沒有良心的 你警察警政署這些搞總務的 你怎麼可以去買一個 不合格的防彈衣給警察用 警察穿那個防彈衣衝鋒陷陣 不是以為說有保護 結果子彈可以打穿搞什麼鬼 那現在國軍到底怎麼樣 那國防部現在很生氣 國防部說亂講要告 要揚言法辦 說什麼幾乎射穿 要法辦你 我們都是合乎規格的 那這個林秉佑議員說 要告我什麼呢 我試驗結果是這樣 我覺得第一個 真的還是假的 這最重要 我想每個國軍都很擔心 你們拿出來試試看就知道 這最簡單的嘛 拿出來試試看 就早先的時候 金門有一個防衛司令 是大老豬 他很簡單 民間蓋碉堡 蓋完以後叫那個建商 到那個碉堡裡面就炮轟 炮轟 如果碉堡垮了 你就死在裡面 如果碉堡撐得住你就活了 這你看他老豬 他這方法毒法煉鋼 還不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翻譯 可北市場 有學院 市場 保護 市場